千万不要吃便衣寿司 只见美女刚伸出大舌头 就被便衣的寿司一口咬住 美女疼得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 可寿司越咬越紧 舌头很快被拉长了一米 还有寿司在一旁开心欢呼 她拿着刀想割下舌头 可疼得无法用力 难道寿司想要吃掉自己 一旁的男人瞬间被下出 你手机的第三个表情包 根本不管上前帮忙 就在这时从远处飞来三个寿司同伴 对着女孩的脸就开始一顿啃咬 让女孩当场领了盒饭 让评论区的狗头忽悠你 原来前不久山田新药研究部的博士 研究出一种让生物炎起死回生的血清 但服用这种药后会变得异常凶残 还带有感染性 山田社社长让博士 为了黑锅遭到警方通缉 为了报复社长 他偷偷将血清注射到死去的张宇哥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秒钟 张宇哥便飞了起来 为了打造寿司军团 他降落到人类的餐桌上 张宇哥对着寿司一顿蒙青 只见寿司害羞的瞬间变了五种颜色 身体不停地颤抖 直接长出了八块刀片 光头哥毫不知情一脸陶醉 伸出小手放到寿司的刀片上 随后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 瞎一瞄 光头哥便吐出不要钱的番茄汁 而张宇哥还在打造军团 桌子上的寿司都发生了变异 光头哥原本想再吃一块 然而寿司却不高兴了 直接张开大嘴露出獠牙 一旁的男人看到连忙打飞出去 而寿司却不高兴了 从餐桌上纵身一跃朝男人飞了出去 而静香也被一个鸡蛋寿司 攻击跌倒在一个房间 而门却怎么都打不开 这是一个鸡蛋寿司 爬到他的肩膀 张开大嘴露出獠牙 直接喷出一股黄色熔液 瞬间地上露出一股白烟 吓得他赶紧将寿司扔到地上 眼看静香要打碎他 寿司赶紧求饶放过他 不料他想出一个逃出的办法 只见他将寿司放在手掌 用另一只手不断拍打寿司 寿司喷射出黄色熔液 熔液很快将所腐蚀坏掉 而另一边女人露出长长的舌头 寿司当即便咬了过去 就这样所有的寿司都被感染病毒 成群结队的寿司飞了出来 寿司一口咬住女人的舌头 涌出全部力气往外转 女人瞬间发出猪叫声 很快他就变成白无常的姐姐 女人便冷在原地不知所措 一旁的男人看到他被困住无力反抗 还想趁机占点便宜 然而突然袭来的寿司瞬间将女人砸死 男人拔腿就向外逃跑 不料正好与温泉的老板相撞在一起 两人被撞得当场盟圈 等他反应过来后 张鱼哥带着小弟立即吸附到脸上 为了比出谁的力气大 两人还来了场拔河比赛 而此时的寿司不断地变异 已经开启寿司传寿司的模式 寿司成群结队地飞出来寻找人类 景象一个躲闪 成功躲过寿司的攻击 而客人们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他们早已被寿司大军团团包围 幸好镜象拿着拖把杆过来 他便和寿司大军打了起来 奈何寿司大军太过庞大 一不小心镜香的手还是被划伤 关键时刻一个男人及时出手 捡起地上的手枪 开枪击碎一个个寿司 他们透过窗户发现 寿司竟然能生出更多的小寿司 这让众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大家只能掩护快速后退 可跑得慢的人当场被寿司火火咬死 学过几年空手道的大叔 还想和寿司大战 然而寿司却不按套路出牌 寿司直接从嘴里喷出熊熊火焰 大叔瞬间被烧成烤串 镜香见状连忙带着众人躲进房子里 可没想到的是 那些吃过寿司的人都被寿司控制 他们像丧尸一样攻击人类 他们拼尽全力想要突破人类的防御 可身材娇小的寿司 还是通过门缝飞了进来 为难时刻 大叔使出施后功成功将寿司镇死 于是众人决定开始反攻 镜香戴上头套 多过功夫 他重进人群 挥舞着手里的双截棍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丧尸全都被他打倒在地 而大叔更是拿出祖传的宝刀 先是用尸吼弓将寿司镇晕 然后再用宝刀将寿司的獠牙去除 男人将便衣寿司放进嘴里 突然脸上的表情逐渐扭曲 他的身体也不受控制颤抖起来 只见他疯狂拽着头发 瞎一瞄 整个头皮掉落直接变成了鱼头怪 他兴奋地大叫一声 抡起腰间的斧子 随后他拿着斧子来到镜香躲避的房子 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可镜香怎么会是鱼头怪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镜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就被鱼头怪打成重伤 可没想到鱼头怪竟然学会了捧磁 只见他不停地抖动 从口中吐出大量的大米 这些大米慢慢地聚在了一起 最终成为一个超大号的寿司战舰 鱼头怪一声大吼 寿司战舰就朝镜香进行狂轰乱炸 鸡蛋寿司为表忠心就亲了口镜香 直接扑向战舰阻止他 正当鱼头怪要杀镜香时 一个男人从后面开枪击伤了鱼头怪 并准备将鱼头怪带回研究所继续研究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鱼头怪早已在他的泡面中放入便宜的寿司 这让男人很快在寿司的攻击下领了盒饭 而镜香也只能独自面对鱼头怪的攻击 眼看他慢慢无力承受攻击 鸡蛋寿司便挺身而处 他通过自己不断的走位 成功改变战舰的攻击方向 用两条锁链牢牢将鱼头怪锁住 镜香见状使出一招佛扇无鹰角狠狠地提中鱼头 直接将它踢飞到空中 在空中鱼头怪直接爆炸死掉了 随着鱼头怪的死去 所有的寿司都恢复了正常 而鸡蛋寿司为了保护镜香也死掉了 镜香在大叔的鼓励下回到了父亲身边学习制作寿司 他做的寿司也成功得到父亲的认可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寿司还是要吃的 别因为看到这部电影 你便对寿司产生恐惧心理